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76集 妇女 几乎在鬼连开口的刹那 那道金色闪电一阵扭曲 竟从闪电内走出一个穿着青色长袍 戴着地关的身影 那满身的气势 还有不怒自威的容颜 正是天尊 你躲了这么久 终于还是被我找到 天尊脸上露出笑容 目中更有振奋 一晃之下直奔着鬼脸而去 鬼脸发出凄厉之意 似知道无法逃顿 此刻竟一冲而去 与天尊直接就站在了一起 一时之间 轰鸣声讨天回荡 扩散八方 此刻的白小纯 虽劫后余生 可心中却没有丝毫喜悦 反倒生起更多的寒意 原本杜灵飞之前说起其腹时 语气冰冷 白小纯还觉得杜灵飞有些不对劲 可如今天尊居然是从金色光圈内出现 在联想杜灵飞的话语 明显的天尊早已到来 可却始终没出现 任由杜灵飞与自己被黑雾笼罩 在他们生死危机中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很明显 就是在等能将这鬼脸重创的契机 而这个契机似乎在天尊的眼中 比他女儿的安慰还要重要 想到这里 白小纯也吸了口气 看向身边的杜灵飞时 看到的是杜灵飞那苍白的面孔上 目中的失落以及苦涩 若说对于天尊的了解 白小纯所知晓的都是猜测与判断 可身为天尊的女儿 杜灵飞对于自己的父亲很是了解 他本以为 这一次父亲安排自己与白小纯在北脉 的的确确是为了大师姐是否死亡之事 而他也尽心去调查 可如今他明白了 大师姐的事情是其次 他之所以被留下是银天尊 想要让他跟白小纯作为诱饵 吸引着从古州内逃出的鬼脸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认为 自己与白小纯会把这鬼脸吸引来 可显然这鬼脸的的确确是来了 父亲 你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这里 可 离开真的那么重要吗 超越了亲情吗 杜灵飞感觉心在被撕裂 看着半空中正在厮杀的父亲 以及那鬼脸 此刻天尊的伤势似恢复了不少 那鬼脸不知为何竟露出败事 急速后退时天尊冷恒脉步追击 好不容易找到你 岂能让你逃走 不惜用你的骨肉来吸引我 如此心性 不愧是枭雄 鬼脸口中传出冷笑 天尊看了淡淡开口 那又如何 然后木然追去 他没有认为 自己这一次利用杜灵飞是错误的 在他看来 杜灵飞又没有死亡 而这鬼脸 诡异莫测 一旦躲藏 谁也找不到 这鬼脸 他有志在必得 于是 用了白小春与杜灵飞 做诱饵 想要生擒这鬼脸 一方面 通过对方去了解 外面世界的情况 另一方面 则是打算将其炼化 成为自身之物 一旦成功 他的战力 就可随之攀升太多 到了那个时候 他无论是强行从守灵人那里 让其打开世界大门 又或者自己想办法 都有态度选择 实际上 当初古舟的离去 已经让他绝望 而这鬼脸的主动流下 则是他如今 出了那他也不想的最后一步外 唯一的办法 此刻追击中 天尊与那哭笑鬼脸 已直接升空断入虚无 刹那就看不见了踪影 显然以他们的修为 在彼此的出手之下 已经远离了此地 不知去了何处 而随着他们的离开 这冰原上的乌野风声 也渐渐消失 重新恢复平静 可白小春的心中 却是很难平复过来 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杜灵飞 看着杜灵飞潇洒的身影 白小春叹了口气 走到杜灵飞进前 慢慢地将他搂在怀里 杜灵飞身体刚开始有些僵硬 可随着白小春身上的温暖 慢慢扩散 他的身体也柔软下来 好似失去了力气 他以前不是这样 杜灵飞喃喃低语 这一刻的他透出的软弱 让白小春心中只能轻叹 小春 你说 离开这片世界 真的那么重要吗 许久 杜灵飞深吸口气 似恢复了一些 抬起头望着白小春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不愿意离开这里的 我觉得通天大陆很好 满欢也不错 干嘛要离开呢 白小春 他说的是心里话 实际上 他对于天尊极切地 想要离开这里 把通天大陆 当成求劳之事 也很不理解 在他看来 有足够的寿源 有亲人朋友的陪伴 而通天大陆 又这么大 挺好的 至于外界 从那规模就可以看出 外面一定充满了危险 既然危险 干嘛非要出去 另外 白小春也觉得 守陵人也有些固执 天尊既然想走 打开门让他走不就好了 听着白小春的话语 杜灵飞笑了 那笑容很美 此刻夜色月光洒落 在那月光里 杜灵飞的笑容 在这四周冰雪的衬托下 格外的美丽 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我想到和你一样 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有亲人朋友陪伴 安静的生活 可是我没有朋友 白小春 我长这么大 没有一个朋友 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白小春沉默 只是将杜灵飞搂得更紧 随后抱起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没有方向 他们也不在意去往何处 似乎在这夜色里 在这冰原 这么一路前行 终究可以走到尽头 一夜流逝 当清晨的初阳 从远处的天空上抬头 阳光慢慢洒落大地时 走了一夜的白小春 与杜灵飞忽然身体一顿 抬头时 苍穹上一道金色的闪电 轰然而来 速度之快 直接穿梭虚无 降临在了二人头顶的天空上 化作了一个 穿着青色长袍的身影 天尊归来 他的手中此刻抓着一团黑雾 雾气内扭曲的 正是那哭笑鬼脸 可任由他如何挣扎 也都逃不出天尊的手掌 只是 明明成功抓住鬼脸 可天尊的面子有些阴沉 很是难看 此刻在归来后 他的神石木然散开 于白小春 以及杜灵飞身上扫过后 又看向四周 扮上之后 他才将那浩瀚的神石收回 那哭笑鬼脸 最终没有逃走 被天尊抓到 可在将其抓住后 他却发现 对方居然不是完整的 而是一缕分魂 主魂却了无踪迹 显然 那鬼脸狡诈谨慎 对于天尊的诱饵 虽极为心动 可依旧还是不惜代价 展开秘法 分裂出一缕差不多 拥有其一半神魂的分魂 前去试探 天尊虽成功将这分魂擒住 可也打草惊蛇 他明白 想要再找到那鬼脸的主魂 难度将会极大 短时间内 对方极有可能是藏匿起来 使得自己无法寻找到任何蛛丝麻迹 不过 好在分魂在手 他也不是没有收获 虽不完美 可也聊胜于无 想到这里 天尊深吸口气 低头目光在白小春 与杜灵妃身上扫过 右手抬起一挥 一枚领牌直接幻化出来 直奔白小春而去 白小春目光一闪 迟疑了一下后 接住领牌 没你什么事了 持此令 你可通过九天云雷宗的传颂大阵 回通天东脉 天尊说完 不再理会白小春 而是看向杜灵妃 目光也柔和了一些 飞儿 我们走吧 杜灵妃迟疑了一下 有心拒绝 可最终还是低着头 用力抱了白小春一向 似在告别 白小春没有松手 拉住杜灵妃 抬头看着天空上的天尊 一咬牙 木然开口 天尊 我和飞 白小春话语刚出 还没等说完 天尊眼中还忙一闪 直接打断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想要把本尊的女儿留在身边 你还没有资格 等你到了半神再说吧 说着天尊转身 走向虚无 杜灵妃 冲着白小春摇头 深吸口气 似重整心虚 默默地走上虚无 走到了天尊的身边 渐渐远去 白小春站在那里 望着远去的天尊妇女二人 她心头也复杂难明 她本以为 身为天尊的女儿 杜灵妃高高在上的同时 是快乐的 可北脉冰原上的这一幕 让她明白了 杜灵妃的凄苦 以及天尊 对于亲情的冷漠 本神 白小春墓中 露出果断 透着股坚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